是這樣子就是說統一現在做了幾件事情讓人家白思不得其解 那衛福部幫統一做了保證說他們的油是沒有問題 沒有流向這個食品加工裡面去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裡面再次的提問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統一說 他們跟北海油只買的四五百噸的這個油是飼料加工去了 那我們非常好奇就是說你為什麼人家93%的飼料業者都是買這個免關稅的飼料油去加工 你為什麼會走一個沒有政府管制海關管制是零的1518收水油進口的管道去進口需要6%關稅的飼料油呢 那北海油只呢它是跟香港保園買的 香港保園就是強冠的那個收水油油源也就是是工業油這樣子 所以我們問了政府說那它為什麼是零關稅不進進6%關稅 那為什麼進它說進到這個飼料業你有沒有去查看 他們政府都是實問虛答 那反正統一說了算就算了 那另外我們還問一個問題統一的子公司叫統青 它事實上每年也進口大量的豬油進口 然後呢它自己也做豬油 那它為什麼沒有使用自己的豬油去買強冠的豬油 而且達了三年之久 那我問它說它到底跟強冠買了三年買了多少的量 那政府告訴我們說統一的油有沒有問題 結果它說它不知道買了多少量它不記得 其他食品公司都要下架 然後它卻不用下架 然後他們就只有一句說我們調查沒有問題 然後就沒有其他細節了 為什麼政府對統一是如此的侵犯 侵犯到說第一個明明油圓有問題 然後他說到飼料就飼料 然後明明跟強冠買了油人家要下架他不用下架 那到底跟強冠買了多少油也不知道 然後自己有豬油卻要去跟強冠買豬油 那事實上強冠的油草裡面我們說 那強冠的油草有區分 它的油草是裝日本進口油 還是裝越南的收水油嗎 他剛剛回答我們是說 你提醒我們了我不知道 不是都調查清楚都沒問題 所以不用下架了 為什麼你還說不定不知道呢 這這麼明顯的包庇我們真的是覺得說 政府始終沒有拿出一個正面回答我們疑問的態度出來 我們當然知道說統一的政治實力肯定是比頂心還要大 但是對人民而講我們希望一次痛 痛完以後就不再痛 所以我們希望知道的是真相 如果你沒有告訴我們這個真相 我們怎麼可以放棄繼續追蹤呢 我們怎麼可以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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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麼可以放棄